一起来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遭到收押觐见的 所有你所关心的各个层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柯文哲 上号之后上了囚车 被运往台北看守所的历史镜头 从今天法官的裁定书几大理由 我们看到唯一的重点 这是法官认证柯文哲明知违法 而为之图例精华成200亿 白纸黑字 但是大家更好奇的是 今天法官如何在不审视新证据的情况之下 照样收押柯文哲 上一次是无保请回 为什么今天变成了积压境界 今天庭上的种种细节 怎么过招 我们要带您来还原 更重要的是 律师团一定会提起抗告 到底胜算的几率有多高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关注 现场直播柯文哲最新发展的来宾 我们一个个介绍 欢迎资政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资政媒体人贫秀玲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资政媒体人尚后知 大家好 同时我今天在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律师刘伟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台北市议员李博益 大家好 好 一开始伟翰带我们赶快来重建今天的过程 怎么会同一套证据 我也不审视后来的新证据 几天前无保请回 今天给你收押净件了 好 君强哥 报警的观众朋友 今天这个是太重大的新闻了 因为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在今天大概傍晚五点多快六点的时候 居然被宣告要收押净件 上次不是无保请回吗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观众朋友先给大家看 画面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说实在的 看这个画面心生生的 就像个阿伯上靠了 他也没有像之前阿伯一样 什么司法迫害 把手举起来 没有 他没有表述 他甚至只有在出来到 准备上球车之前 瞄了一秒钟以后 他中间走路过程连记者都不看 所以就比较少了他正面的画面 柯文哲为什么被积压境界呢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一次的 再次积压庭的法官 他叫吕正叶 他跟大家讲 同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他为什么上次住保请回 我看到很多的失识者 真的是非常的不满 你绿色法官 当然台北电话法院 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些了 台北电话法院讲说 施命德自己讲的东西 后来去查他录影录影 没有这个失识 但为什么 来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这就是这一次 这个吕正叶法官 他让柯文哲 必须要积压境界的 三大重要的理由 在我们今天报新闻 我简单跟大家讲 字很多 对不对 我弄三种不同颜色 就这三个重点 画出重点了 第一个就是 他认为 被告柯文哲 明知增加过高 超过560的容积 金华城案 就已经会违背法令 但人执意为之 还贯彻意志 你可能叫你的事副官 必须要开会 然后这个事情就代表了 柯文哲是 明知违法 而要去做 观众朋友 我们报新闻 已经连续两个月跟大家讲了 贪污罪条例第六条 明知违背法律的条件 上一次不满足 这一次满足了 所以两个法官的见解不一样 这是其一 其二 在过程当中 包含了 省圈圈 硬圈圈 彭圈圈 彭政生 硬小微省 庆金 他们的公诉 跟柯文哲的公诉不一样 然后 这个事情现在目前 没有任何 我跟大家报告 170万700万 你先不要管 因为到目前为止 金流也好 现金也好 没有 但是没有的话 就是没有贪污罪条例 第四条跟第五条 我们先不管 可是第六条的涂利 上面讲第六条 有啊 涂利 那就五年以上 他现在是涂利 可是以后呢 有可能会 转成贿赂的重罪 那就是七年以上 甚至是十年以上 所以这个事情呢 表示他犯行重大 明知违背法律 最后一个是什么 来 俊昌哥 最后一个就在告诉你了 这件案子 因为是有一个 两百多亿的不法利益 你给金花城 那么多容积率 不管是 聚保 让他交保 责赴 或者是限制住居 都无法保证 在整个侦办过程当中 可能串供 可能有一些其他情况 非收押不可就对了 所以三大理由 弄下来的时候 柯文哲的决定 就必须要是收押禁件 连什么交保 以后我聚保 然后我要讲司法不公 我要绝食 那种这个状况都没有发生 就只有一个 直接收押禁件 送到土城看守所 所以这也事实解释了 为什么同一套的证据 今天任何新证据 他都没有纳进来审视 结果上一次 法官相信他的 不知道三个字 这一次法官说 明知违法 而为之 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在看 这个新闻事件的时候 我相信现在看 我们报信的观众朋友 大家有的人 可能是柯文哲主席的支持者 他会觉得很悲愤 那我解释给你听 后续柯文哲主席的律师 还可以提抗告 那到高院去 那看过去怎么样 先不要做预算力强 还有第二个 这个叫做积压庭 只是叫他积压而已 那观众朋友知道郑文燦吗 他被起诉之后 四几天他也就放回来了 所以柯文哲积压过后以后 他有可能就回家了 这还不是一审 还不是起诉 都还没有定验 但是柯文哲今天也知道 他也觉得 可能感觉到这个状况不太对 增加了一位新的律师 叫做肖逸宏 他是曾经当过法官跟检察官 而历前律师就是证声员 他是车诊组之前的检察官 所以这三个非常有机会的律师都来了 当过法官 当过检察官 最选的 他跟谁PK呢 跟这个北检的江振玉主任检察官 他们一起这也是三位 所以三对三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来 观众朋友再回过头来 到底为什么这样 就是在 我们为什么今天开这个 第二次的家庭 就这样个 是因为第一次吴保警惠的那一个处分 被高等法院给驳回 发回庚裁 所以你就要回来看的时候 他发回庚裁的时候 他到底是讲什么理由 他第一个就告诉你了 同案被告彭震生跟朱圈圈 也就是朱雅虎 他们的公诉 所以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公诉 我现在目前看不到 检察官才知道 我不知道 但这公诉显然多出来了 对柯文哲不利 第二个 被告积极介入金华城 客观的形状 你积极介入 这是高等法院法官发回的理由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这里没有去 我弄给你看 他这边有讲到 就是这个朱家一 为什么让柯文哲无保请回 你这个原审 没有对于检察官所提出的 全部市政与与综合评价 就是这一点 所以同样的市政 朱家一这个法官 你看得不够完整 但是回到这一次的 吕正叶法官 他看到了 他看到什么呢 观众朋友 这个就是朱家一法官 朱家一 上一次的 我讲到这个 大家就观众朋友了解了 他当时告诉你什么 你只看到无保请回 柯文哲知道都很高兴对不对 你请注意看 他的第三点告诉你 20%的容金奖励 客观上有违法 违法了 所以连让柯文哲离开 台北地方法律 无保请回的法官 都认为20%有违法 可是他的下一点 第四点说 但是他认为 柯文哲不知道 好那俊阳哥 还有观众朋友 很简单的 就是第一次 家庭的法官认为 这个事情违法 可是柯文哲不知道 不知情 所以没有满足 第六条 明知违背法律的条件 可是这次吕正叶 他发现是有的 那这个也就跟 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三点一样 这三点告诉你的 现在目前的这个认定 是柯文哲明知 五百六以上就违法 那我们这两天 有看到很多历史画面 2017年六十六号 印小卫就问了柯文哲 你为什么不敢给五百六 他说因为公务员 讲说这会徒利 所以你知道 往上升会徒利 所以就满足了这个条件 这次柯文哲主席 就被判积压禁件 送到土城看守所了 好 观众朋友 从这一刻开始 柯文哲 他的名字剩下 四个号码 一串号码 但是我和你来告诉我们 其实今天真的就是一个 洗三温暖的心情 为什么 最早出来到了下午 北院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不会想新市政 你知道新市政 多至关重要吗 包含了这个邵秀佩 包含了彭震生 他们的公辞 一个咬一个 最后咬到了柯文哲 我们都认为 如果把这个新的一个 进度 证据 把它纳进来的话 柯文哲铁定完蛋 那个时候我相信他的律师 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四点 笑着面对镜头说 我们有努力 我们尽力了 真的没有想到 一个封锁连络转 居然把它压进去了 好 俊选哥 这个是关键的点 因为我们有律师在场 等一下请律师 有专业议证跟大家补充 大家都误解 就是说 所有的状态 只能定在 这个礼拜一凌晨两点半 柯文哲布出 他的地方法院的那个情形 对 可是问题是 这个明显讲说 不能有新市政 他有一个抵御权 被告也有抵御权 因为我不知道你手上有什么 你不能再给我心的 对不对 他的那个分界点应该是 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他去问了彭正森 问了朱雅虎之后 还有问了这个邵秀配之后 他去跟高等法院提出抗告时候 所他们提交给高等法院的 所以只要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提给这个高等法院的那个市政 都可以用的 所以才回头看来 所以大家可能有个误解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他今天的第一点 就告诉你 他发回跟裁的这个第一点 就告诉你 根据彭正森跟朱雅虎的公诉 还有这些内容 所以大家可能误解了这一点 以为说那就是根本就不会有问题了 还有很多人认为 这个吴宝就是直接回去 吴宝请回会再发生一次 但并不是的 所以显然 彭正森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东西 是对这个柯文哲不利的陈述 让这一次第二次的法官 吕正叶 他认为柯文哲明知违背法律 已经满足了第六条 徒利的这个罪嫌 所以他才被收下金钱 让证据说话 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在于 怎么同一套的证据 几天前跟你吴宝请回 今天收押近见 尾翰看到了猫腻中的猫腻了 好 就这样跟他报信的观众朋友 因为其实基本上 刚刚律师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了 一定出现什么事情了 那现在看起来 观众朋友 我们都看到了 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 这个法官他给大家看到的新闻稿 三点刚刚我给大家看了 三个颜色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份更详细内容的裁定书 我们现在目前没看到 谁看得到裁定书 律师 这个柯文哲律师 还有检察官看得到 因为当庭这个法官 他要做出裁定证 他还发给两兆 那这个裁定书的内容 现在周刊掌握到的是什么 看了以后你会吓一跳 俊壮哥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不否认部分事实 对不对 那裁定书里面写得更清楚 就是柯文哲跟法官承认 申请这个整个 牧城在金华城当中的 很多的盖章的部分事实 他有盖 而且幕僚有提醒他 这会违法 但他还是盖了 那这什么意思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明知违背法律第六条 再讲一次 柯文哲如果真的 今天已经承担 那工坊 什么礼拜一礼拜六什么 不重要了 如果今天柯文哲 已经跟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吕正也讲说 我知道我这样子 对不对 提高容级率是违法的 那就已经落实了 就是图例第一点 叫不否认部分事实 第二个 有没有讲到说 可能会变成是 现在是图例 以后说不定是收贿 第五条跟第四条 七年或十年以上 你在说啥 好 周刊掌握到的 第二部分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 金华城案子过了以后 柯文哲的妻儿 观众朋友 这个部分还没有办法 证实要跟大家讲 是周刊所讲的 他的妻儿的户头里面 是不是出现了不明的资金 那就跟钱会有关系 这个后续再查 今天是个鸡押亭 他只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押柯文哲 他还不用给你起诉书 他还不用给你一审的 这个判决书 他只是在告诉你 为什么这样做 那刚刚所讲的两点之外 最后一点是什么 是柯文哲的手机 刚刚一山在讲的 他有删除手机记录的 这个动作 那就会被这个检察官 跟法官认为说 你为什么要删除手机记录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怕被人家看见 那就满足了 创政的条件 三个条件都满足了以后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收押柯文哲 好 你回头来看 柯文哲的两个动作 我们不禁怀疑 他是不是今天 早上不出家门的时候 就已经有想到 Plan A B C 会有一个选项是 会被收押呢 第一个 他接受了外媒的专访 是不是要出口转内销呢 第二 在收押上了球车之后的 45分钟 居然16秒的自拍影片 就上架了 好 军军哥还有 报告新闻的观众朋友 其实我有点担心 现在案子应该是 从阿扁被收押之后 以来最可能造成 台湾政治对立 民众对立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跟司法案件 刚刚前面讲的都是司法的工坊 现在开始跟大家讲政治 柯文哲他可不可以接受 国外媒体专访讲说 我被政治迫害 他可以 因为他是身为一个当事人 可是这个动作 现在目前民进党 我看很多立委都在讲说 李立冲啊 你在告洋壮 而且你讲的内容不对 你自己设法 你自己犯法 为什么讲我们台湾的司法 迫害你呢 这台湾有各种不同意见 柯文哲的支持者 巴西的民众 立委觉得主席被迫害 可是其他不是每个人这样想的时候 现在目前闹上国际媒体 其一 其二 你要知道 柯文哲主席在今天去这个鸡押亭之前 就像跟你很清楚的知道 胡秋啊 江和树 陈志涵 还有黄国昌早上讲 他会被 对不对 100万交保 最保 我宁可被冠 我还要绝食 我要学书自分 那这个状况之下的时候 也会增加对立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不知道啦 因为刚刚柯文哲确定被鸡押之后 柯文哲的脸书显然是 他的幕僚有帮他管嘛 还能发影片 发出了一个15秒16秒的影片 真的没讲什么 只有跟大家讲 认真上班好好生活 就是这样而已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给小草打气 稳住他这369万票 也不知道跑掉多少 对不对 第三个 这一次判他的 因为还没判出来之前 今天各大报警打开 都是绿色法官 谁讲的 孙明德讲的 这绿色法官一直下来 对不对 一定是绿色政治不坏 绿色恐怖 就没想到政治羁押了 所以这个法官 吕正叶他以前的这个记录 包含他把车给扣了 包含他被监察院弹劾等等 这些东西都会成为 民众党的支持者 不接受柯文哲被鸡押 是个合理鸡押 还有柯文哲律师要提出抗告 还有民众党巴西立委 要继续去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你就知道 包含了最重要的人 大家讲 因为不管怎么样 俊强哥 我们现在讲政治 未来两个月 民众党就是没有柯文哲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因为他就被鸡押了 那党组一棒下 我刚刚刚在民众党部还在开会 我们不可能这时候放弃柯文哲 所以我们就找个代理主席 不要 主席还是柯文哲 可是谁会是实职的领导人 就是黄国昌 所以黄国昌今天是硬这个 他跑到我电台去上节目 上到一半 居然是 只收押了 节目没有办法就去录了 就站起来往外走 这是黄国昌 然后就回到党部去跟大家讨论 那很支持这个柯文哲的馆长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也不用去嘲讽 因为他先前有讲 再敢押的话 就要找更多人来 那网络上他开直播好多人 好几万人在看 也有一些人在嘲讽他说 赶快冲 这是违法的 不要这样做 那还有呢 还有今天因为他把他移到北浅外面 北浅门口不可以 还是禁制区 移到了小南门站那边 人数确实 而且今天很热 都还没判出来 你也不用去让他人少 接下来我相信 民众可能会规划 什么样的活动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人了 那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柯文哲 他去到了那个 土城看守所的时候 看到也有一些 支持柯文哲人在那边流泪 讨厌柯文哲人在那边比赞 比到赞 拿来举牌 对不对 就是这个状况之下的时候 会增加台湾蓝绿 还有白的对立 那我再次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是一个积压的判决 所以他只是被积压 两个月而已 还没有写起诉书 起诉书写完以后才会有一审 一审还有二审还有定验 中华民国无作推定 现在目前柯文哲 只是被压在土城看守所 要完成他被侦查人的一个过程 不要有篡政逃亡之余 他还没有成为罪行定验的一个罪犯 好 韦翰 你再来给我们看到 今天同样晚上消息 非常多人进来 这很重要 这是民众党的一个声明 党主席被压了之后 他们其实一直在叩问我们 刚刚前半个小时 一直在追的问题 为什么同一套证据 无保请回变成了收押禁件 他们高喊私法不公 你怎么看 民众党的这个声明 可以说是有理有据的 非常的完整 就跟大家讲 我们先集第一点 民众党讲说 为什么整个侦办的过程当中 一直泄密 不是侦查不公开吗 为什么会有特定媒体 不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财定书 对不对 我们也还没拿到 但是这个有中刊就可以拿到 是不是司法真的侦查不公开 为什么有人可以拿到 第二个就是 你的过程当中 同样的证据 没有新的月券 那为什么 之前无保请回 但这个状况 这第三点 可能刚刚已经给大家答案了 或许柯文哲本人 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接下庭当中 他已经做出了 不予否认 那这样的话 当然就有可能会是 土力的落实了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巨像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宝费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见 其他一 有点 有一点 一来